第九十五章 滥伤 元恩总督府外 绿渊 绿果 熊斩和圣连四人并排而走 要欲这么做 应该是为了能够重新驻君陈渝岛吧 绿渊忽然说道 刚才元恩无双沉默了许久 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跟绿渊等四人讲 他毕竟是圣与本土派来陈渝岛的交接总督 而绿渊等四人并不是相关的人员 所以他有什么猜测或决策也不会就这么告诉绿渊他们 绿渊等四人都知道这一点 所以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就默默退走了 自从决定要来陈渝岛 绿渊就开始研究圣域 在抵达圣域和前来陈渝岛的那段时间 甚至到了陈渝岛之后 他都没有放弃研究 所以他对陈渝岛目前的局势还算得上了解 按照三百多年前签订的合约 腰域必须在陈渝岛回归圣域的三年内 陆续撤离驻扎在陈渝岛的腰域军队 而随着驻军的撤离 腰域对陈渝岛的掌控力度将成断崖式减弱 然而 三百多年来 人族三域在法兰星的地位逐渐提升 近些年来 魔域的魔王频繁复苏并蠢蠢欲动 这让腰域更加需要人族的力量了 于是 陈渝岛就成了腰域不能放弃的一个战略要点 用来制衡人族 在这种情况下 腰域有充分的理由毁约 继续占有陈渝岛 可是合约毕竟是他们当初定下来的 如果直接毁约的话 腰域面子上过不去 圣域肯定也不会愿意 到时候双方闹僵了 反倒会给魔域可乘之机 因此 腰化者大军的出现 大概率是腰域的手段之一 一旦腰化者大军入侵陈渝岛 圣域方面又没有办法抵御 腰域就有合理的借口 重新派军队驻扎陈渝岛 到时候 一旦腰域大军 重新返回陈渝岛 什么时候再走就说不定了 毕竟请神容易送神难 这是一个阴谋 也是一个阳谋 说是阴谋 是因为腰化者大军 肯定不是腰域创造和放进陈渝岛的 他们不会留下这么大的漏洞 说是阳谋 是因为圣域还真没有力量 阻止数量如此庞大的腰化者大军 卑鄭连忍不住催了一声 催完之后 他又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就算他是银莲族圣女 又能怎么样呢 他脑子里突然闪过法华和狼哥两个人的身影 想到了那颗无双珠 如果自己是七神珠之一的执掌者 那整件事都会大不一样吧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绿果看向绿渝 问道 绿渝沉默地走着 陷入了深思 其实 现在他和绿果已经完成来陈渝岛的任务 可以第一时间返回圣域 用生命监测仪去找生命核心碎片的位置 可陈渝岛数百万生灵即将遭受灾难 他们实在不忍心就这么甩手不管 生命监测仪虽然没人看守 但绿渝相信总会有人不时去查看的 一旦他们发现生命监测仪丢了 大规模的搜捕是少不了的 到时候 妖化者大军也就藏不住了 换句话说 在极短的时间内 战争就会爆发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圆恩无双能做的不会太多 受苦的终究是那些无辜的民众 可自己也只是一个四阶巅峰妖境时啊 又能做些什么呢 想了许久 绿渝下定决心 转头看向绿果 道 我们就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吧 你们可以帮忙吗 圣连的精神稍微振奋了一些 当然可以 绿渝道 事不宜迟 我们立刻行动吧 绿果也没有意义 虽然他非常想立刻返回生命绿海 解决天灾之劫的问题 但他也明白 他们借用生命监测仪这件事 终究还是要圣玉来背锅 他们帮助圣玉解决妖化者大军的事 就当是补偿吧 当然 他也不忍心那么多无辜的民众 因两大玉之间的博弈而死 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 绿渊看着圣连 道 用你圣女的身份 尽可能地去召集一些愿意出力的人吧 没问题 圣连崇重中地点了点头 我去选位置 绿渊道 果儿 我给你一张单子 你去收集上面的东西 那我呢 熊斩着急地问道 你就跟着我吧 绿渊道 很多事 我还需要你的帮忙 熊斩转头看了一眼圣连 犹豫了一下之后 还是答应了 接下来 四人行动了起来 开始为即将面对战争的 无辜民众奔走 与此同时 圆恩无双 坐在总督府内 属于他的那个座位上 此时此刻 他的脸上尽是沉重之色 正如绿渊所想的那样 在妖化者大军 随时准备掀起大战的情况下 圆恩无双 的确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他只是一个交接总督 又不是陈渝岛总督 圆恩无双 没有可以调集的军队 麾下也大多是文职人员 其实 隔壁云海城 驻扎着大量圣誉军队 那是准备在陈渝岛回归时入 住的军队 可现在不行啊 陈渝岛现在还没有回归 他没有资格让那支军队开拔过来 陈渝岛总督也不会答应的 即便他是陈渝岛本地的一个圣誉人族 动用不了本地的力量 也动用不了圣誉本土的力量 那么圆恩无双现在还能做什么 他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把这件事上报给高层 让他们想办法 最多他还能联系陈渝岛上那些 想要陈渝岛回归圣誉的本地人族 太弱小了 人族还是太弱小了呀 就这样 在看似平静的氛围下 三天过去了 三天后 自由塔上的生命监测仪丢失仪式 果然还是被发现了 整个陈渝岛顿时因为此事而震动了 生命监测仪丢失 这件事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毕竟它本身的用处并不大 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意义 可保存它的空间也不弱 会是谁盗取的呢 在这个关键的时期 这么做的真实用意又是什么呢 无论如何 一场大型搜捕是免不了的 每一个新进入圣誉的人 和每一个有嫌疑的人 都面临着调查和询问 不过 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在大规模的搜捕之下 妖化者果然被发现了 而在情理之中 却又意料之外的是 总督府派出的搜查人员 发现的妖化者 并不属于藏在自由塔 或太荒山任何一处的妖化者 而是在陈渝岛南部 一处小渝村的妖化者 让绿渊愤怒的是 那个小渝村被妖化者屠露一空 那些无辜村民 全部惨死这个消息 传到陈雨城 立刻令全城所有人感到震惊 须知 妖化者一直都是陈渝岛的心病 是胜于本土人族 企图完全妖怪化的失败品 是被他们抛弃的一群边缘人 一直以来 妖化者都苟延残喘地生活在陈渝岛外 用尽一生的力量来报复创造 遗弃他们的人和拒绝接纳 厌恶他们的妖怪和精怪 因此 陈渝岛上时常会发生妖化者袭击事件 近海处的商船被妖化者袭击 更是家常便饭 可像眼下这种屠村的大事件 还是第一次发生 关键在于 足以屠村的妖化者是如何进入陈渝岛的 首先 陈渝岛有大天神结界保护 其次 陈渝岛内人族和妖怪族 精怪族混居 哪怕是刚出生的婴儿 也有一二阶的实力 更别说成年人了 想要屠村 那至少得是数百名妖化者 这么多妖化者 无声无息地潜入了陈渝岛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令大家感到更不可思议的是 在接下来的一天时间里 总督府派出的专员 还找到了更多的妖化者 以及更多被他们屠灭的村落 到了这种时候 无论妖化者大军在等待什么 都没办法再继续等下去了 于是 潜藏在陈渝岛各处的 妖化者大军开始毫无顾忌的行动 妖化者本性疯狂 又是低灵质生物 他们认定目标后 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管不顾 再加上数量庞大 只在短短一两个小时内 便使得民众死伤无数 陈渝岛的现任总督雪峰立刻组织人手 开始抵御妖化者大军 可时间仓促 他们哪里能敌得过准备充分的妖化者大军呢 局势如此 生命监测仪丢失一事 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这么多妖化者是怎么进入陈渝岛的 才是大家首先要考虑的事 总督府组织起第一道防线之后 立刻请求驻扎在岛内的妖狱大军出动 可是妖狱驻军因为先前撤离了一部分 剩下的驻军数量不多了 根本无法防御 更无法消灭妖化者 妖化者有的分散 有的集中 开始在陈渝岛内作乱 平静了数百年的陈渝岛 就这样陷入了血与火的战争之中 雪峰召集陈渝岛内所有高层进行议事 包括交接总督袁恩无双 虽然事发突然 但陈渝岛就这么大 短短半小时内 陈渝岛内所有高层 就聚在总督府的议事厅内了 雪峰面无表情 目光扫过下方一众高层 他们有的负责安全工作 有的负责教育工作 有的负责和圣语交接 有的负责居民生活保障 平时都是高高在上的人物 此时却都在雪峰的目光扫视下低下了头 妖化者大军集结并藏在了岛上那么多地方 却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 不应该 绝不应该 正是因为这样 在座的每一位高层都算得上失职 多余的话我先不说了 我就问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扫视了一圈后 雪峰开门见山地问道 他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 本册完 作者 唐家三少 年轻责 通算 英雅